美国想掌控全世界 美国对于全世界不听美国话的 这些元首都应该要铲除掉 看看在南韩当时的普正希 被暗杀 整件事情背后是谁在搞鬼呢 美国 但是呢 他对于台湾来说 台湾够听话吗 老蒋其实有时候不听话 所以呢 美国在当时其实有个计划 要把老蒋铲除掉 扶持这孙力人 上来当总统 这刘老师 有这回事吗 对我们如果从近代史上看 美国对于不听话 国家的那个元首 要不刚才企业讲到 颠覆 暗杀 或者说 推翻整个政府 通常会有这种 那这种案子 其实真的利利在目太多了 你刚才提到那个韩国就是 韩国当时普正希总统 他1961上台 上台以后他采取高压手段 采取高压手段 然后他又连任了无任总统 因为美国一直施压说 你一定要开放明显 一定要走民主路线 好不得已 那我就明显 明显前出还是我 我连任了五次 永远的总统 在1979年 10月26号就发生那件事 刚才你讲的那个金载规 金载规是谁 普正希的爱将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会去刺杀普正希呢 所以后来很多人讲 因为他前几天 刺杀普正希的前两三天 跟美国驻韩国的一个情报处处长 叫罗伯特布鲁克斯 见面 见面以后 是不是美国这个情报处处长 有跟他交代了美国的一些看法 或者说可以采取行动的时候到 策动他去刺杀普正希 所以韩国的很多史学家 有这样的一种讲法 其实以金载规的立场 他没有任何动机 没有任何理由去刺杀普正希 而且他算是他的爱将 这个人已经被美国收买了 是这样的 持这样的一种讲法 所以普正希被刺杀案件 跟美国也有关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刚才讲到台湾 台湾在1949策略 策略到台湾的时候 也是有这样的一段 很大段的一段密史 包括孙玉仁的兵变案 当时为什么会有孙玉仁 兵变案的一个产生 1949策略到台湾 美国跟老奖的关系很差 美国认为你老奖的人力不够 又腐败了一个人 所以你的整个大陆已经丢掉了 你来台湾 你台湾根本保不住 还一天到晚想反攻大陆 所以美国当时有一个解密档案 后来有 有没解密出来 对 解密出来 那个秘密档案解密的情况是说 当时美国 拟定有国家安全会议 拟定的一个计划 叫什么 叫弃蒋保台 放弃蒋介石 要保卫台湾的一个计划 他不希望有一天 台湾落入共产党的手里 或者苏联的手里 那当时蒋介石 对这个计划 他知道美国 其实有跟蒋介石谈 谈说你离开台湾吧 台湾由我们这边 来扶持一些人 来包括当时清美的吴国珍 吴国珍是当时的 身主席嘛 又台湾保安司令 那另外一个就是孙毅连将军 这两个都是留美派的 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跟美国关系很好 所以美国当时告诉我 蒋介石要这样子 说去蒋保台 你就离开吧 那我们美国给你政治批复 你当政治难民到美国来 保你一身的 农瓦富贵还过得去嘛 但蒋介石当时延迟季节 季节 后来美国才找到谁 找到孙毅连 麦克阿瑟当时也确实 跟孙毅连讲说 你如果你愿意做这件事 巩固台湾的一个 潜力的话 那你当家做主 美国在背后支撑你 美国可以派整个顾问 到台湾来嘛 只要是蒋介石下台 你兵便 但孙毅连当时 对蒋介石忠贞不悟啊 孙毅连根本没有兵便 这件事嘛 孙毅连根本不会愿意做 对所以也延迟拒绝 但因为这样子 但是美国在侧头 对是美国侧头嘛 所以孙毅连从1955到1988 被关了33年 那是很冤的一件事 冤案 冤案蒋介石对他很 很狂犯 但问题是蒋介石 狂犯他 其实是在狂犯美国 所以美国当时 其实跟蒋介石 下了很大的一个通牒 我们很少人知道 1950的1月5号 1月25号 美国布鲁门总统 曾经下令一个 宣布一个指令是什么 撤销台湾海峡的协访 撤销协访台湾 对啊 撤销协访台湾 就是要逼蒋介石 要不管美国不协访 你一定要下台 要你蒋介石下台就对了 结果后来 我不择手段就是要你下台 就是不晓得蒋介石 这么强硬 当时就是说 我零为一岁不为瓦全 就不听你美国了 我应该到底 美国不只在各国之间 用许多的阴谋方式 在搞破坏跟动乱 但是美国自己本身呢 其实在病毒防疫上 你可以看到 伊波拉病毒 现在美国有案例了 但是美国人马上就有解药出现 而且现在在大量的制作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可能认为说 伊波拉会全球扩散 有这几率吗 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